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因为同情产生的疲累感 我干脆在我的工作旁边租间房子呢 那这来你以为老了就没人要吗 我告诉你台北的房子越老越值钱 我们说台北进化地断的那些老公寓 它已经飙到将近每平百万元 那你随随便便搞一间 可能都要三四千万 但是台北的老房子异常的抢手 它到底为什么呢 我们今天一起来讨论 首先先介绍我们今天的与会来宾 来 第一位来宾 百艺房产教练Rumba 嗨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Rumba 来 第二位是原本住在台北 后来跑到祖北去通勤 虽然都有北 但是每天要花超过两个小时的地产秘密课 Tim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现场还有两位青年代表 第一位 博明 主持人好 各位来宾大家好 我是博明 第二位 陈毅 那我们今天要聚焦在这几个重要的主题 不管你是要买房还是要做房 来 我们首先要第一个了解 来 如果住屋VS通勤 你能够接受通勤最长的时间到底多久 是每天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还是甚至三个小时呢 再来第二 老人没人要吗 没有 老公寓超行 关键在他 他到底是什么 再来 不用一直烧钱 OK 有些公社比的根本没有用 所以最废的十大公社到底是什么呢 最后一日生活圈的行程 逐高铁而居成为显学吗 当然我们今天开始就要来讨论 到底你可以为通勤花多少时间 我们先听一下 少年郎 阿诺公 快快答 第一题 你觉得最没有用的公社是什么 好 第一 我觉得是 琴房 健身房 室内用词 瑜伽教室 还有卡拉OK室 还有交易厅 酒吧跟咖啡厅 我觉得以上都是没有用的公社的部分 但是看起来很漂亮 都被你说没有用 那怎么办 尤其是琴房 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人 不太需要使用钢琴 那我觉得琴房在我心目中是排名第一名 是没有用的公社之一 好 那第二题 你一个月的管理费收了多少钱 那你觉得这钱有被合理的使用吗 其实不管一瓶多少钱 我觉得一个月对我来说 大概管理费约在三千块左右 那合理的使用 其实每天看电梯的公布的财报 我觉得合理的使用 对来说 只要有盈语 其实就有合理的使用 那对我来说 最实在就是每天看到保全上班 以及有清洁人员在打扫 就是合理的使用 第三题 你高铁建构一日生活圈 高铁站附近的房子 会对你有吸引力吗 非常有吸引力 现在通行40分钟 坐高铁到台北 只要15分钟 所以一定会买高铁生活圈的房子 时间到 谢谢博明 你到底能够接受 每天花多少时间 为了工作来通勤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说嘉义的网友怎么说呢 他说 从家里骑脚踏车 单趟如果超过15分钟 就算久的了 然后还有 他无法理解 为什么台北人 要从淡水 吉隆 宜蘭 开车 上班 来回两个小时 到底是什么支撑 他这样子的毅力 来还有甚至 有些人从台北新竹 往返 早上六点就要起床 包括我们说 移动到这个 大众运输工具的交通时间 加起来 每天要花三个小时 为什么要花那么久的时间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我们统计 对于通勤 你最多可以花多少的时间 40%的人认为30分钟为上限 48%的人认为60分钟为上限 认为90分钟的有9% 最多的超过90分钟的有3% 那在下不踩小的我呢 就属于那3% 我要为了做节目 从高雄坐高铁来到台北 如果再加上 我们说要到这个大众捷运 或者是高铁站 来回移动时间 大概会到四个半小时左右 OK 那为什么不搬上来呢 我也知道要搬上来 台北的房子买得起吗 OK 那因为买不起 所以我们希望交通更加的便利 所以一开始我们提到 所谓的足高铁额区 但是如果在台北的周遭郊区 甚至是山区呢 我们以基隆来讲 我们说传说中的宇都基隆 他们就希望把捷运 跟基隆台北连接在一起 我们来看一下 基隆如果要盖捷运 应该要怎么做 基隆卡麦店的鱼饭们 踩碎了一地宁静的月光 满载而归 却惊醒了沉睡的太阳 阿文和太阳一起起床的基隆人 赶去台北上班的南飘人 六点半呢 他一定得跳上公车赶上客运 和所有的基隆人一样 要赢在起跑点 就是比谁离客运站近一点 因为不到早上七点 客运站的人龙呢 已经见首快不见尾 如果没有伞的孩子 只能向前奔跑 那基隆的孩子呢 不管有没有伞 他都得跑 他不跑啊 那就是车子会跑掉 毕竟全台湾通勤比例 最高的城市就是基隆 全基隆人口36万人 有11万人呢 通勤到台北上班 其中搭火车的22% 开车的31% 搭客运的呢 有33% 四百年来的基隆 面朝大海出暖花开 苦苦等了30年 捷运终于要开了 但基隆人的愁眉还是难开 不会啊 因为对我来说不方便 我没有办法一搬车就倒 我到了八度 那比如说火车雾点 到南港 我还要在南港 再转一次车 很啰嗦摇腕 要骑猫牛 转车一天还好 你每天那样转车会疯掉 不管你喜不喜欢 你愿不愿意台北吗 天之脚下 首善之躯 首都他所能提供的 工作机会就是多 而且相对薪资比例 也比较高 所以没有办法 情况之下 能够挤进台北 那当然就挤进台北 但是Tim 你原本住台北 对啊 我是台北人 但是你为什么搞到 这个竹北去 然后每天这样通勤 对 其实因为 现在很多住竹北的人 应该跟我很像 就是可能是先生 是工程师 然后我们都从外地 来到新竹 那其实是12年前 我跟我先生当时的男朋友 就是我们交往半年 就决定一起合资买房 OK 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呢 不对 他怎么那么想不开呢 他真的想不开 因为那时候 人生账 钱四名 不变成账 你就还要四名 对 然后那时候他就提议说 那我们就一起买房好了 因为我以前是在报社 都是跑房地产的 所以对于买房这件事 我是觉得蛮重要的 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在聊的是房地产 不是感情 OK 你那时候没有想过 他会坑你 没有 其实那时候他人很好 他就主动说 人不好怎么坑到你 不是 他把房子登记在我名下 OK 那其实这个就要提醒观众朋友 就是如果男女朋友 合资买房的时候 建议还是共同登记 会比较安全 因为他等于是把房子 登记在我名下了 那他就比较没有保障 因为是婚前 所以这样子你就是愿意 跟着他一起到竹北 对 然后再通勤到台北的报社上班 对 我就是这样子 已经十几年了 对 可是这样子你觉得划算吗 你当时的房价是划算的 因为其实十几年前 在竹北房价大概是一字头 我买全装三十一品 还一个车位六百多万 我记得竹北现在已经有七字头了 现在竹北高低 八字头 成交已经有八字头了 OK 那因为考量到当时 其实台北市的房价 还是相对比较贵 所以我们就决定在竹北买房 这样子 了解 那我们来问一下 在座两位年轻朋友 来 博明 你愿意为上班工作的关系 通勤的忍受极限值 大概多久 九十分钟 九十分钟 因为我之前是住巴黎 最远在巷山上班 OK 骑机车 所以大概九十分钟的 你为什么不坐捷运呢 因为是业务 所以是机动性比较高 最高就是九十分钟左右 OK 那陈寅你有通勤上班吗 有 我每天都开车 那我问你 你觉得通勤上班 因为我们为了工作所花的交通时间 不应该纳入我们的薪资谈判的条件 我觉得大框架下 其实这个还是没办法去列入计算 那小框架呢 就是因为以我以前 有在日本打工的经验 其实包含你的公读生 他都是要求你十到十五分钟前 你就必须得到你的工作岗位 去做到交接的动作 OK 对 所以你认为就是以你的这个工作属性 跟你天生所带有的膝盖比较软 你觉得给我工作就好 那个钱我不会跟你计较 就是早一点到工作岗位去梳理一下 今天自己应该要带坐的事项 其实这个对自己有好没有坏了 但是没有多给钱 我觉得东西都是要先有付出 才有收获 难怪台湾的薪资水平 一直没办法提高 来那博明你认为 你觉得我的通勤时间 你知道大律师 他们在算律师费是 OK 你现在要找我吗 我要到你们公司吗 来 我们现在几点几分几秒 然后开始10秒按7秒打 然后我这个时间开始算钱 一分钟多少钱 OK 博明你觉得在工作上 OK 我的通勤时间要不要算行资 我觉得应该要 极力争取 尤其像 没办法争取到交通补贴 也要争取到 所谓的房租补贴 像我们这种出外的 其实一个半小时 对我来说 一天就花三小时在通勤 假设有机会 有补贴的话 我也可以想把这个补贴 转成 我可能搭捷运 或者是搭交通工具 在交通工具上面 我可以做其他的事情 这方面 非常好 那倫巴 我们说台湾 其实台湾小 OK 你说像我自己住高雄 那如果说时间 抓得刚好的话 我坐那一班北高直达 也就是从高雄 然后到台北 最快的那一班 是94分钟 OK 那如果我们不把那个移动时间 也算进去的话 OK 大概是差不多三个小时 可以达成北高一日生活圈 但是台湾小 那国外呢 大概分享几个统计 根据日本总务省的一个数据 东京的平均通勤时间 大概是56分钟 OK 单趟 就是去 那香港 也就是来回大概就两个小时 对两个小时 香港的话 大概也是在五十几分钟 上海跟北京的话 也都是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其实在各大亚洲的各大读会区 这是一个蛮普遍的现象 OK 所以那如果到欧美 因为我们在看那个 美国好莱坞的电影 你就发现 他们好像比较喜欢住郊区 OK 那宁愿就是我住郊区 我下完班之后 回到家之后 就是我自己的family time OK 我宁愿通勤 可能要花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OK 那你觉得台湾 有可能有一天变成这样子吗 我觉得有点难 台湾人就是喜欢很方便 然后就是最好是 像比如说香港的朋友 他们可以接受 走路到捷运站的距离 大概是二十到三十分钟 可是台湾人的话 十五分钟极限了 我觉得那不是台湾人 那是台北 台北对啊 我觉得台北人对这一点 你知道吗 我那时候刚上台北的时候 就是跟朋友聊 哎呀 台北是不是应该买间房子这样子 他们对于生活 所谓的生活机能好的要求 跟我们南部人是不一样的 他们所谓的生活机能好 就是五分钟之内 我要走到捷运 我家楼下可能就是便利超商 旁边就是星巴克 对面就要有康世美 这样才叫做生活便利 OK 但是我们想问一下 这个在场的年轻人 然后我们说 在我两位房产的专家 来 博敏 你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问一下我们这个 每天在通勤的Tim 对啊 我已经通勤十年了 好 想问请教Tim 如果月薪约四万四左右 那如果我在台北地区 哪边可以做买房的部分 想请你推荐 这个真的是 月薪四万四 在台北不要说买房 住房子你都办不到 不是 因为现在真的 这个房价真的太贵了 尤其政府有统计 这个房贷的负担率 以台北市来说 已经高达了67% 新北市是56% 也就是台北市民一个家庭 有将近七成是在付房贷的 OK 比如说我跟我老婆 加起来赚了十万 对 那我的房贷大概是七万 是 也就是我可支配所得 是三万块 对 OK 那大概就是回到了差不多 台湾刚开发的时候 所以其实四点四万 真的是压力蛮大的 但是我还是有细算了一下 因为现在其实还是建议 你的月收入控制在 你的房贷的三分之一 但是我这边建议 因为房价真的很贵 所以有些已经超过了 二分之一了 如果四点四万 我们就算四点五万 三分之一就是一万五 一万五如果以 三十年来算的话 大概贷款能力 大概在四百五十万左右 对 OK 如果以四百五十万 两成的头起一款 大概就是那个房子总价 大概在六百万 对 那六百万 OK 六百万可能要回到 我十年前的主北 房价可能才买得到 那我这边是建议 就是抓到二分之一 因为真的房价太贵了 所以二分之一 我回推现在新清安的房贷 年限四十年的话 大概是可以贷到六百万 那这样回推 自备款两成的话 大概是可以买到 八百万的房子 那八百万的房子 可以买哪里呢 大家都在问 八百万在台北 买停车位 都是要很拼 现在车位的价格很贵 但是新美市 其实是找得到的 这个有办法 你可以买两个停车位 然后把它围起来 OK 然后当作公僚这样 对 所以其实现在八百万 在新美市是有机会的 那我这边有看到 就是以石家登陆的话 红树林大概乌年 乌林十几年的 这个小两房 是买得到的 是 对 那如果是在远一点的 大海新市镇 其实还是找得到 这样子的物件 两房的物件含车位 乌林大概十几二十年 是有机会的 OK 红树林站 对 然后大海新市镇 对 所以你早上起床 你可以先坐轻轨 然后接捷运 然后再到台北上班 然后再搭公车 到你的公司附近 然后再走路大概八分钟 进到公司 然后你打卡之后 发现迟到两分钟 今天全景已经没有了 OK 但是因为刚刚博明有说 你是在向山站工作 那其实红树林 直达车 红线直达 其实很多人他就是在 捷运上面 像我就会在高铁上面工作 所以其实这就看个人 他们的需求这样 OK 来来来我们说这个博明 那你会接受这个八百万 在红树林买小两房吗 小两房 小两房对我定义 好像没办法放双人床 所以是所谓的小两房 小两房通常一间可以放双人床 另外一间放个单人床 在一个小衣柜之后 你连电风扇都放不进去 如果没有先求友再求 好 肯定是可以的 那陈毅呢 他很有诚意的 跟陈毅介绍 就是八百万的话 红树林 因为这个就是会所谓 就是用时间换空间的概念 对 所以以年轻人的话 我觉得在也是先求友的情况下 应该也是 就是少数能够做出的选择 这样子 OK 好了 那我们这个两位年轻人也都在现场 有人在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我到底 我第一 我的房子要怎么选择 OK 那至于什么房型 区位 location 他未来的增值可能 那这两位年轻朋友 OK 你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问 看年轻人的想法长什么样子 我想要请教的是 我们刚讨论了就是地点 对不对 那讨论了就是类型 我觉得最主要是 你要评估你自己对于空间的需求 就是说 比如说刚才我们讲 同样是八百万的预算 那你可以选择去买 红树林 有电梯的 但其实你有另外一个选择 是在深坑买旧一点 可能爬楼梯的 也可以买得到 就老公寓 对 没错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产品的类型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 就是你对空间的需求有多大 那第一个就是 当然一定是先看预算 第二个就是看区域 第三个就是看空间 OK 好 那这么说 我们说波敏 如果你现在 我们刚才抓过你的预算 大概就是顶多到八百万 好 来八百万 区域 空间 跟另外一个什么 通勤时间 OK 区域 空间 跟预算 预算 预算我们抓出来了 你会抓怎么样的区域跟空间 刚才讲的小两房 你并不满意吗 尚可 尚可 预算有限 肯定是 你知道八百万 现在在竹北 你只能买套房 是 套房 现在一平七八十万 你只能买套房 OK 好了 那我们问一下 陈宇 你有没有理想中 当然我们年轻人 你不要每次都想 我要大安区 我要怎么样 我要安和路 OK 那你有没有认为像你这样子的年纪 你现在目前的工作状况 你有没有一个理想的房型 包括我们说房型 区位 location 跟通勤时间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 以通勤的时间 你先去抓 你合理的交通时间 那去再把区域给锁定出来 那区域锁定出来之后 你再去考核你的预算 那再从这些预算内 再去挑选 你认为你合适的这个物件 这样子 OK 那我问一下润巴 什么叫做巴黎的十五分钟生活圈 巴黎的十五分钟生活圈 就是说他们开始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时间 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而不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在通勤 所以他们开始在近郊 有一些城镇 那能够把就是相关的机能 能够就是建立起来 让大家不用再花这么多的时间去通勤 那不用说一定要挤到最热闹的地方 那各个区域 从运动 休闲 公园 商业等等 这些的设施都能够在 郊区的城镇里面能够完成 我想这个就是巴黎十五分钟的概念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如果说你想要买房子 但是现在新城屋公司的比又高 而且越盖越小 这个是有经过统计的 为什么 因为当单价太高的时候 他要卖出去 他就必须要压制在总价 所以总价压制在一定程度之内 所以房子他只能越盖越小 因此有些人说 那我不要买新的 我往老旧一点的老公寓来看 但是你不要以为老公寓就容易入手 来了 当然很多人买老公寓到底值不值呢 那其他的考量 比如说 他可能有安全上的隐忧 或者是说 他可能重新改造 要花很多钱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以目前内 我们说这个 30年乌龄以上的老屋的成交比 台北市是最高的 占了百分之六十 而老屋在台北占了百分之七十二 什么意思 前阵不是在炒都更吗 所谓的围绕都更这些议题吗 因为台北 因为开发盛潮 而且很多所谓的公务机关都在这里 因此台北的乌龄比较老 OK 那再来新北老屋的交易有四十二% 那我们来到我的故乡高雄 有三十五% 那桃园因为台北太多人了 没办法只好往外溢 所以桃园比较少 他们有比较多的新土地可以开发 所以有二十六% 那不要瞧不起老屋 其实如果老屋经过好好的翻修 它不是古澳古草 而是古色古乡 我们来看一下台北清田街的老屋翻新 产生不同的风味 真的没看错 电线跟上卖房广告 清田街一房一厅要炸千万元 根据实价登陆网资料 近两年来 清田街公寓平均成交价 每瓶落在九十万元 电梯大楼 每瓶更逼近一百五十万 比同样在大安区的信义路上公寓 价格直接高出一成 合理啊 应该精华国中跟新生国小吧 新生国小好像是双语国小 所以就是可能会比较多人想要就读 这样子 然后又是公立的 明星学校助力清田街高房价 摊开地图 清田街学区划分上 小学有几破头的双语遭学 新生国嫂 国中则是老牌名校精华国中 不少家长就是为此砸千万元买房 再加上地理位置闹钟取静 平常悠闲舒适 但步行就可抵达永康街商圈 而且附近文青咖啡店林立 步调切意悠闲 大安区上面有这样子完整机能的一个商圈 是少之又少的 那另外呢 在于捷运上面呢 它有红线绿线以及橘线呢 都有相关的捷运站可以做搭乘 所有永康街商圈 又有大安森林公园 再加上明星学区加持 就算是老房子 青年间房价始终居高不下 博明我记得你已经买房了嘛 是 那陈毅你呢 也买了 也买了 OK那这题来问 你们当初买的房是老房还是新房 博明 我买的是新城屋 新城屋 对 OK你那时候为什么不考虑老屋 那时候考虑到翻修的部分 因为大家平均一个价格 平均老房翻修在 都要破百 我没有听说低于破百 你那时候新城屋买在哪里 我那时候新城屋买在 古树林 销量房 对 青浦 青浦 对 高点 青浦 你什么时候买的 去年买的 OK那去年就没有便宜到 青浦他之前根本就没人买 你知道吗 你早上起床你要买早餐 要骑机车骑25分钟 那边炒比人高 国比人多 对对 所以你去年买多少钱 一瓶 买40几 一瓶买40几 不错了 但是这个实际点蛮好的 这个不错了 对啊 青浦现在买40几还不错 他40几很不错 青浦现在有60几 670了 第一到7开头了 贫穷限制我们的想象 对对 那陈毅你呢 我是买二手的 你买中国 对大概乌林20 现在25年 现在25年 对 多久以前买的 前年的9月4月 前年的9月 大概还在疫情的时候 对 解封钱 整个完全解封钱 对 买在哪里 新装 新装 OK 单凤 对 那那时候算下来 一瓶多少钱 我那个买是买38万 买38万 对 来来来 Tim 38万你就OK吗 以现在的单价来说是 这个实际点是蛮好的 对啊 因为单凤现在新案 其实也蛮高的 对 我刚才这样听下来 我发现只要不要在现在 买实际点都很 对 因为今年房价 真的还是很贵 好 那我们问一下 这个润巴 很多人其实还不喜欢买老房子 那其实我对老房子并不排斥 因为我以前做投资 我知道很多东西它可以处理 但是买老房子 除了说它的维修以外 整个要重新改造装潢以外 它还有什么样的风险存在 老房子的话就是 其实坦白讲 它因为设备跟它的规格 都是比较旧 比如说像它的容易漏水 然后它的管线都是旧的 然后它的楼地板可能通常也比较低 隔音也比较差 那你变成是有一些东西很难去改 比如说隔音 你很难去改 那漏水也一样 那这些都是老房子的一些缺点 其实我觉得年轻人真的是可以考虑买老屋 就像因为大部分年长的人 他会想要把老屋卖掉 是因为要爬楼梯 他爬不动 可是年轻人就是像在座两位都是身强体壮 那所以我觉得楼梯这件事情 对于年轻人来说 其实是可以负担的 而且很多公寓 其实它的地点都很好 你注意看各大捷运站的周边 几乎都是老屋 所以我觉得老屋绝对是一个选项 只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 因为刚刚像吕贾老师所说的 我们装修会需要花比较多的钱 这个地方就是自备款要比较多 因为装修的钱要自己有 他没办法像买新屋一样 他把装修一起带出来给你 对 没错 那老屋 我们这么讲 老屋到底像你们自己做房产重建那么久 老屋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破解那个贷款的上限 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 其实现在针对于老屋的贷款 没有太多的限制 只要你不是海沙屋 基本上来讲 还是可以带个七八成不是问题 所以早期人家讲的那个房子太旧 没办法带款 迫于无奈的现实 我们都更推不动 所以这个银行现在也都是可以带的 OK 那如果投资呢 投资的部分的话 就是目前要看老屋 其实真的所谓的都更 慢慢的开始在盛行 对 所以都更的话还是真的是有一些机会 那老屋来讲是可以去期待这个 但是当然你在买的时候 你就要去注意 其实有很多的房子 它并不具有投资的价值 就是都更的价值是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像前几天有个朋友跟我讲 他说他们家有没有办法都更 然后我就说 你们家巷子多宽 他说巷子 无谓像 但是一台车可以过 我说 那你们家应该没有机会 为什么 他就问我为什么 我说因为工程车 假设你要都更 你只有一台汽车可以过 我请问你工程车怎么进去 而且他说 那后面的住户怎么办 如果你家这一 前面真的要都更的话 那你后面的住户不用进出了 所以其实有很多现实的条件 是会造成很多房子 没办法都更的 那我们这么讲 因为讲到这个都更的题材 台北在去年 不是有发生过地层下限 然后二楼变一楼 一楼变地下室 如果说我们现在 比如说像 我们这个博明跟陈毅 都有房子了 自己自住的刚性需求 已经满足了 但我现在想投资 而且我就是向准 老屋都更 而且希望容积率 可以到840% 但这比较困难 这比较困难 那如果以这样子的逻辑 有没有什么样的房子 地区 location 或者是旁边周遭什么条件 最适合投资老屋都更 我的建议就是 第一个 先选大马路边 然后最好它的土地是商业区 还有第三个最重要就是 最好是四层楼 因为四层楼的公寓 我们这样说 容积你要把它想成是一个披萨 这个披萨呢 如果是四个人吃 还要加第五个人 就是建商 所以如果是五个人吃 他要加建商就变六个人 那我请问是四个人吃 比较吃得饱 还是五个人吃 那当然是四个人 所以五个人吃 就是五层楼的公寓 其实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很难被读根 以现在的条件 所以我大概开出这三个需求 OK 好 那我们来问一下Tim 台北我们说双河地区 中河跟永河 其实它跟中正居只差一条 我记得是永福桥 还是福和桥而已 都有 还有中正桥 对 不好意思 因为永河区有中河路 中河区有永河路这样子 好 那我们这么说 如果 我们说这个 因为最近有一个案例 你也是亲自探访过 永河四十八年的老公寓 顶楼 顶楼 没有顶楼 现在一平开价要到九十万 很恐怖 是开价还是成交价 通常是开价 不过我实际时候放永河 因为我自己是永河人 那我连自己是永河人 都看不懂永河的房价 到底在贵什么 因为其实发现永河 大家都进来永河都很害怕 因为你如果不熟的话 很容易迷路 对 你就觉得这边是迷宫 而且永河的巷子里面 开车技术要非常好 那个每一条路 都进入考驾照的水准 对 可是我要说永河 很多老永河人 他们真的搬不出去 真的搬不出去 因为永河人 其实有离不开永河这个说法 像我自己是被迫 喜欢喝豆浆吗 没有 因为永河真的是太方便了 十一住行都可以满足 然后加上我们鼎溪站 现在是房价最贵的 因为他一站就到谷亭 两站就到东门 所以他的交通机能是非常好的 那永河其实他的人口 一直都是全台湾 这个人口密度最高的行政区 所以他的需求一直在 那像我自己是永河人 就是会发现说 很多永河同学甚至是爸妈 一直都没办法搬离开永河 甚至有钱的爸妈帮小孩自产 也会首选在永河 想要小孩可以就近照顾 这样子 所以永河他的房价 一直都很贵的原因 而且他已经很难整合土地了 现在基本上开发都饱和了 那个怎么整合 那个老公寓老城这样子 然后这个人家说 十岁高卡层你知道吗 真的很难整合 所以也导致这个永河的中股市场 其实是蛮热的 非常旺盛 对 OK 那当然啦 其实很多人买老屋 最大的原因是因为 他公寓比真的够低 OK 甚至以我们高雄来讲来 高雄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 很多人喜欢去那边拍照 是打卡的景点 叫做果冒新村 果冒不好意思 他给你多少设施都不重要 因为他的公寓比是零 也就是你的全壮26平 你的房子就是26平 当然那是当年的眷村改建 有一定程度政府的善意跟福利在里面 但是如果你买了一间 新房子公寓比到35% 也就是有三分次以上是公寓 那你当然有些人会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们设施很多 但是这些设施 你真的用得到吗 管理费你一样要缴 这些维修的费用 你一样要租 尤其是十年之后的老房 十年之屋里以上的房子 它很多很多东西 都开始坏 开始维修 你还会想以这个为首选吗 我们来听一下 年轻人怎么想 宽快答第一题 房租1.5万跟通勤要1.5个小时 两者你怎么选 关于这一题我会选择房租1.5万 为什么选择房租1.5万呢 因为你可以用更有更有更多的充足的时间 去规划你的生活 那虽然只是缴了多几千块的房租 但是你能够更有效利用 这是比较好的选择 好 第二题 假设你在台北工作 那么你最远的距离可以接受住在哪里 那我想如果就现在年轻人 以就是价值物价 总价来考量的话 那应该是会考虑外围这一代 那可能会考虑的 可能像是土城甚至三峡 然后细子 五谷这方面的 外围没有太外围 第三题 有一间房子它的格局好 地点不错 然而高龄40年的老宅 那么你会买吗 以现在高总价的情况下 所以以它的格局好 再加上地点漂亮 这个是相当值得考虑的部分 时间到 谢谢诚意 现在星辰的大楼 其实很多都做了很多所谓的设施 给这些住户 但是我后来跟建商认识 我才知道 原来设施跟公社比 不一定是一样的 因为大部分你站的公社比 是在逃生通道 在走廊 在车道 而这些设施 基本上就是建商要吸引你来买的 不过羊毛出在羊身上 这么多的设施 纵使它没有直接在价格上面反映 它也会在你每个月缴的管理费里面反映 我们来看一下 网络票选出来 十大没有用的公社 包括第一个健身房 其实我们讲到健身房这回事情 大楼的健身房基本上它通常正常的情况之下 它只会放油氧 不会放重训的设施 理由很简单 怕你受伤 OK 来 再来第二 室内的游泳池 因为室外有室外的算法 要有夹盖子 它就会算在公社里面 瑜伽教室 图书馆 卡拉OK 卡拉OK 这个是最痛苦的 因为正常你也不会去那边唱 而去那边唱的通常都是 歐吉桑 歐巴桑 他们唱出来最年轻的歌曲 大概是在昭和年间的荣树下 OK 还有三温暖交易厅 其意是酒吧跟咖啡厅 当然了 每一个人想法不一样 见仁见智 但是退一万步回来讲 其实前阵制政府 有在推动所谓的食品制 我们现在买的房子 虚品已经太多了 那食品制真的可以把房价 给降下来吗 还是原本我三分之一公社的比 本来我每瓶卖你一百万 你现在要食品是不是 那我每瓶卖你一百五十万 那不是一样吗 我们来看以下这周报道 内政部近期研理改革虚评 计划将公社比 从现行的百分之三十五 降低到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 还是会比较选 那个公社比比较低一点的 因为我自己使用公社的频率 也比较低 那二方面是我觉得 如果就是它降低的话 可能也会 公社就是做比较实用的 就是真正用得到的部分 民众看似接受程度高 但如果政策真的推出 恐怕不只是简单的数字问题 以同样总价一千万的预算来看 在房屋市场上 十平约二十一点七平的住宅 公社比百分之三十五 公社面积推估约十一点七平 整个权装面积约三十三点三平 每平售价约三十万元 但若公社比缩减到百分之二十五 公社面积下降到七点二平 整体权装面积约二十八点九平 但相同预算总坪数却降低 每平价格反而高出百分之十五点三三 政府规划降低公社比 虽然可能让公社面积趋于合理 但相对提高的恐怕还是单平数的价格 对民众来说荷包恐怕还是省不了 羊毛说在羊身上 吃葡萄它就会吐葡萄皮 不吃葡萄它就不吐葡萄皮 但是我们来问一下年轻的朋友 你们到底要吃葡萄 还是要吃葡萄皮 首先我们第一题 公社越高室内空间越小 公社比越低的房子就越好 赞成还是反对 好 两个都赞成 所以你们觉得公社根本没有必要吗 博明 对 我想要知道公社会不会被建商灌水 我们其实从这家上也看不太到 对 OK 所以你认为公社反正小一点没关系 好来 我们请论巴来跟我们解释一下 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三十几%公社 里面有大概二十几%都是逃生通道 消防这一些 然后机车的停车位 因为以前早期不用规定每一户都有机车位 但现在都要 所以其实你现在看到 就算都没有这些设施 基本上三十 接近三十也是跑不掉 这个是政府 都没有这些还要三十 都没有这些 对对对 都没有这些 基本上三十%是根本跑不掉的 我举个例子 像这几年推了所谓的店 对对对 不对 你看我们通常以大楼 如果假设我们这间大楼以十四楼来看 OK 大概这些公社 一楼大概是大厅 加其他的店面 那通常会把公社都做在二楼 这些东西通常都会放在二楼 那以这些来讲十四楼 十四分之一 它最少要占八到九%的公社 其实我的意思是 就算这些通通都没有 也要将近三十 这就是现实 所以如果有的话就看到四十%了 有的话就会增加到 大概现在看到的三十五三十七 就会有这样的状况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政府非常担心 我们的住户 就是会有很多的意外 所以像每一个楼层 尤其是十五楼以上的房子 有三坪在每一个电梯出来的地方 那个梯厅规定就要三坪多 那个叫排烟室 那这个就是卡死 为什么公社比越来越高 那或者像最近大家都知道电动车 所以政府也告诉大家说 电动车必须要能够满足 每一个车位都能装 所以我们台电的配电室 也扩大了两到三倍 这些都是公社 还有我刚刚讲的 垃圾间以前可以很小 或可以放在走道 现在对不起不行 垃圾间你要给它一个独立的空间 而且我想叫做垃圾间还比较便宜 他刚刚叫环保市就贵了 对对 所以像这些都是我们公社比会逐步上升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政府把我们规定了很多很贴心的设施 规定说这些都一定要在新建筑里面要有 所以我们公社比就逐渐的上升 像最有名的早期 只要一只逃生梯 那现在的话 对不起 要两只逃生梯 那宽度也越来越就是要放宽 还有踏街必须不能夺高 这些都是不断的在调整 那当然造就了公社比不断的上升 还有一个是这几年会比较明显的 就是我们以前有雨遮 雨遮其实它是可以当作分母 因为雨遮是总频数 对不对 那公社是分子 所以总 雨遮废掉了 所以雨遮废掉了之后 公社比就会上来 因为你分母少了一些可以灌水的东西 那所以这些都会导致公社比不断的上升 不管是高铁或是街运 或是环状线这些 其实轨道它就是完完全全改变了 城市跟城市的距离 那像这样一日生活通勤圈 是真的身边很多人有 第二题 政府推动虚评改革 当公社比从30%降到25%的时候 房价也会比较便宜 赞成还是反对 都赞成 OK 来 博敏 我刚才不是讲过了吗 我本来一瓶卖你100万 现在如果公社比降低之后 我卖你120万 你这么多觉得它会比较便宜吗 我觉得它可能会比较便宜 事情是这样想的 希望政府有一个良善的设计 OK 来 那陈毅你呢 因为似乎这样的状况下 你的可用面积在相同的金额下会放大 来 Tim 金额会相同吗 我觉得其实不会降 因为你看刚刚我们说到 这个宇泽的变革式 以前是要登记要计价 到登记不计价 到现在是不能登记也不计价 可是你看其实这个房价也没有降 其实金打细算的建商 它一定会把这个价格 直接灌在这个单价价价里 所以真的是很难降 除非是这种真的是 如果真的实行 我觉得其实这个政策算蛮好的 因为像我自己我家就是没有 最少我知道我买到多少 对 那像我现在 我家没有买车位 那车道我觉得要算在公社比 对我来说就比较不公平 因为我没有用车 停车位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是好的 OK 讲到了不公平 我要问一下在场这两位青年朋友 我住的是一楼 我根本用不到电梯 所以我不用一起负担 这个部分的维修修缮 电费跟管理费 这很合理吧 赞成还是反对 都反对 OK 来 我们先问一下陈宜 你为什么反对 我没有用到啊 使用者才要付费 我又没有使用 因为这个基本上就是 但就是一个公共设施 你不可以说因为你不使用 你就不付费 就像好比说 我不是不使用 我根本就用不到啊 我不会没事 我有缴钱 那我先坐到十二楼再坐下来 回家了 对啊 对 因为这个就会好比 比如说有的社区 它的会有前后门嘛 那它可能有前后哨守卫的需要 你不可以说 我都走前门 那后门不需要守卫 那我也没有利用到那个守卫 那我管理费要缴少一点 这很难去扯得清这样 OK 来 博敏你怎么看 它总是会有用到电梯的时候 那这也是所谓的公共设施 大家就是均摊的部分 很难说这电梯不属于我 那是别的 就跟刚刚说的一样 前后哨 结果我管理费处以二 我相信管理费也不会让他注意的这个样子 OK 来 我们问一下论巴 其实这个问题 在新闻上常看到在吵 尤其是买一楼中庭户的那些住户 我说你其他我都分担没关系 但是因为我们全用不到电梯 那一个月本来我要缴五千块管理费 那我少缴三百可以吧 你怎么看 其实我要说 不是只有你自己有没有答 是因为很多 比如说水塔 是不是在社区的顶楼 比如说像是一些维修的设备 或者是电力的设备 其实在地下室 你都是要搭电梯进去的 如果你今天一楼的住户 你说我家不用水 不用电 你这样说 但是如果今天这些设备 你也都是从这里获利使用 我觉得去主张这个真的是非常没有道理 OK 那我们说刚才讲了那么多 我们再回到通勤的问题 其实这几年如果你看统计资料 你会发现台北市的人口在减少 但是台北市的人流并没有减少 所以出现一种属于台湾的脱北者 也就是我脱离台北市的生活前 那我们现在的现场就有一位Tim Tim就是标准的脱北者 所以Tim你怎么看所谓的逐高铁而居 这件事情是不是未来的趋势 其实我觉得一定是的 因为我认为其实不管是高铁 或是捷运或是环状线这些 其实轨道它就是完完全全改变了 城市跟城市的距离 那像这样一日生活通勤圈 是真的身边很多人有 那像我自己每天搭高铁 我发现早上六七点的时候 真的很多人像我一样 因为它的高铁的车厢是一到三节 八到十二节全部都自由做 因为我们是买月票 月票一个月是八千多块 就是让你一直可以进出的 就是八千多块 其实比你买单层便宜 可是你会发现 其实很多人像我一样是通勤族 所以我认为这个逐高铁而居的 这个概念会越来越盛行 OK 那论巴 所以由此可见 我们竹北就不讲了 那个已经涨到莫名其妙了 OK 因为我前阵刚好去演讲 我不知道竹北长那么贵 那我演讲完之后 我觉得这个建议好像还不错 我就问他们总经 这现在一片要多少 老师 如果你要 我们会给你甜甜价 我说多甜 七十八万一瓶 对不起呢 宝贝 OK 好 那我们这么讲 其实高铁生活圈一定会带动 很多很多高铁站周边的范围 但是如果说 我们说以主要都会区 比如说高雄的左营 以外 板桥跟台北以外 其实你看乌日周边 其实还是一片空旷 嘉义高铁站 你知道嘉义高铁站 它是在地上的 所以你知道看出去 超舒服的 尤其是秋天的时候 你知道吗 那个秋天的夕阳 再加上波浪般的草原这样子 那些还有投资价值吗 其实我觉得 接下来的发展 就像老师刚刚所说的 高铁区 其实是大家真的可以期待的 现在也很多的建商 进入就是所谓的乌日 去做一个推案 我觉得在高铁 乌日那边会逐渐的成型 或者是像现在苗栗那边 也有一些建商开始在走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 基期还很低 那相对的 他通勤的时间也不会太长 那我觉得大家是 真的可以思考看看 我们说7月到了 如果说鬼月买房子 真的有比较便宜吗 没有 没有 完全没有 我大概讲一下 譬如说 大家讲说 是不是很多人鬼月不买房子 那我提供一个数据 这个是国内的 就是上市公司 就是新一房屋 他们的营收报告 因为他们的营收报告 基本上是当月的 因为他们仲介是月节 那我们讲 我们以最近的三年来说 8月跟7月 大概成交的 他们的营收 基本上都是维持 差不多持平的 所以也就是说 交易的状况 并没有比较少 那既然没有比较少 那就应该也不会比较便宜 OK 其实房子 是一时住行 四大需求之一 我们其实不是要求 房价要多便宜 多便宜 多便宜 但是如果说 有一些地方 房价真的太贵 那身为一个他乡异地 背景离乡来工作的人 政府是不是可以 伸出他的元首 不管是租不住 还是社会住宅 让我们有一个 在工作疲劳 回到家的时候 有一个可以安身立命之所 最少有一个 歇歇脚的地方 有问题 大声讲 我是立杰 带你开启世代的对话 女士战国battle 我们下次见 拜拜